字幕志愿者 杨茜 我叫方美善 英文名亦是Gちゃla 旁邊這位是我女儿 大家好 我是鄧营英 這位名字是Greta 現在十三歲讀中醫 我本身是一位會計的從業員 在2011年尾我確診患了乳癌 同年的8月 我就完成了所有療程 然後就在家裡休養 現在其實我仍然需要吃一些抗寒爾蒙藥 我和女兒其實都是癌血服務的使用者 當我確診癌癌的一刻其實我很震驚 我會覺得為什麼會是我 還有我很擔心如果我一旦死亡 其實我的小朋友會怎麼辦 當我知道媽媽確診患癌症之後 我很擔心 因為小時候覺得癌症 患了之後不夠一年就會死 是一個絕症來的 當時我晚上都在這裡睡不著 在想之後應該怎麼辦呢 在治療期間其實我是面對家裡 和自己身體的問題 我知道做化療是很辛苦的 我也很擔心化療期間不能照顧到家裡 和兩個年幼的子女 另外在家裡的經濟方面 當然因為做手術都需要金錢 也很擔心經濟方面會有負擔 當我在2013年完成所有治療之後 我有一位同樣患癌症的朋友 就介紹了我癌協服務中心的免費服務 於是我就上網搜尋 然後就參加了癌協的一些活動 在癌協裡面我參加過很多活動 有藝術治療 它可以令我平靜心境 也學會了欣賞內在和外在的美 另外有一些身心靈的健康課程 譬如瑜伽 它可以令我鞏固健康 也減少了對復發的擔心 另外也有一些個別的諮詢服務 可以使得我有這個渠道 去尋求有關營養和健康的專業意見 而雷雷也有參加過一些彩虹會活動 我也參加了很多彩虹會所舉辦的活動 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一個叫大哥哥大姐姐計劃的活動 在這個活動裡面 我們需要訪問一些癌症康復者的經歷 在訪問的過程中也令我明白到 媽媽所患的這個病 並不是我想像中那麼可怕 也令我更有勇氣去面對媽媽這個病 新的攜充癌協落成了之後 除了又大又新和環境舒適之外 為我的確是很方便的 因為我本身住在清衣 不需要再去到天水圍那麼遠 亦都因為近的關係 我老公平日工作很忙 但是都可以有時間參加到他們的家庭活動 使得我們可以享有親密和寶貴的親子時光 心理支援在康復的路上其實很重要 無論是家人、朋友或者是專業的社工 對我都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懂得尋求協助是很重要的 他們能夠令我增加了正能量去對抗這個疾病 希望各位同路人都能夠放開胸懷 積極參與不同的活動 認識新的朋友 對自己的身心健康 或者對家人的情緒 都可以得到很大的支持 我亦都想跟一些家人患有硬症的小朋友說 你們千萬不要灰心 你們可以多些關懷和支持你們的家人 這樣對他們的病情都有很大的幫助 好 有些人可以把整體露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